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邓师爷 我要奉劝你还是秉持着那种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心情 你给我战战兢兢地跳过去吧 好 跳 别动 别动 几栋 一栋 五栋 三栋 四栋 五栋 六栋 六乘以五就是三千 三千两银子 大人这不算 这算是违贱啊 大人 谁说是违贱呢 他就算是违贱吧 谁又敢拆本大官的违贱呢 大人 拆违贱的来了 快快 收起来 收起来 上马 方采臣 参见大人 原来是你吓了我一大跳 是啊 我说到方采臣 这个阳门八字而开 有礼没钱就磨尽了 你今天有没有钱 没钱就自个儿回去了 师爷 就算你真的是书翻了吧 也不能随便地跟人家要红包来抵债啊 好极了 大人 今儿在下就是要跟大人谈一谈红包的事情 我没收啊 我昨天退回去了 说嘛 就凭你们俩也不见得有人愿意送红包啊 今儿要谈的是医生收红包的事情 爷 医生的收入已经比咱们俩加起来还高了 是 他们干嘛还要收红包呢 大人 这个医生这个收红包其实是这样子 病人家属讨个吉利 希望开刀顺利送的这个红包 说起来这件事情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一个怨癌啊 这愿打愿挨也就算了 不过问题就是 有些医生已经到了非收红包不可 否则对病人的性命视而无睹的情况 这恐怕就不能不管了吧 说得有道理 可有人证 大人 人证含辛茹苦地在唐外后传呢 好 那我就善解人意地把它给传上来 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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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证大道 大人 小明张华透见大人 他这一次就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去看医生啊 大人 前不久他得了急性盲肠炎 到了医院以后 医生一看得住院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是因为忘了送红包 这在医院里头一躺就 躺了三天 然后呢 然后他终于想起来应该要包红包 于是他就包了 两百块 送给医生 后来呢 后来医生去收 我抓了 就不是每个医生都收红包的 错 那是因为医生嫌这个红包太少了 好 结果呢 这小子终于想通了 他是一咬牙 一闭眼 一跺脚 一蹬腿 一哆嗦 刺 什么呀 他是一狠下心来就包了两千块钱 结果终于开了刀 这一开还开了两刀 我说我说我说 这个割盲长的干嘛开两刀 我知道 因为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忘记了把手术刀给割在里头了 错了 是因为第一次开刀的时候 忘了把刀给放进去 所以大人呢 你看他 真可怜 又看他 真悲惨 再看他 可是他真是好笑 我说大人 这个医生其实是挺辛苦的 他们二十四小时整天在那待命 我是觉得有时候给他们这个意思意思 又何尝不可呢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然了医生的工作是非常崇高的 我们也非常敬重 但是问题就是有些少数的害群之马 这些医生非说红包不可 这就让人不能不说话了 更何况收了红包之后 并不能表示保证医疗的品质 又不能够保证手术一定成功 这些少数的医生他凭什么收红包呢 这个病人这个送红包怪他们自己迷信 他们自己愿意嘛 话也不是这么说呀 你要知道病人他负担医药费又不是没有付钱 为什么非送红包才帮他看病呢 更何况现在的医疗费用节节高升 病人负担已经很重了 住个医院随随便便要上万 要是开个刀的话就要十几万 更何况医生收红包的价码已经从三千六到几十万了 请问有谁负担的企业 你刚刚说什么 这红包的几十万 这都是真的 这这这这这 我当初干嘛不去学医呀 好了这个烂衙门跟着这个小乖的 不男不女的整天还输钱 我干嘛呀 我 邓师爷 把手放好 邓师爷 你客气一点 我都一直说这个送红包的事情习惯就好了 送红包收红包如果已经是个习惯 那不巧的是打抱不平也是在下无人的习惯 这个习惯可比那些医生收红包还要讨厌呢 这件案子您判是不判呢 我 我没说不判呢 你急个什么劲啊 大人他急着去做秀 大人玩笑 你当我是废玉清啊 那您的意思我到底急不急着判呢 那就看大人您想不想下班了 我 我是不急着去做秀 你你你你 大人是没人找你做秀 好 待会儿说功的时候你给我试试看 来 判 判 有关副辈医生烂熟红包之事 本官立即下令清查 并且呼吁民众莫再一昧迷信 应许陋席 至于这张文华嘛 查查看器官捐赠的人里面 有没有捐芒肠的 补给他一个就是了 来来来来 这没有人捐芒肠 我知道后面的夜市里有卖粉肠的 给他一条就行了 给他 不行 这一位大人他整糊涂啊 这也整糊涂啊 实在整糊涂啊 我给他分场 当场盲堂 怎么算糊涂啊 我给他分场 当场盲堂 怎么算糊涂啊 我给他分场 当场盲堂 当场盲堂 怎么算糊涂啊 方姐 等一下节目开始的时候 你真的要教我 我知道你是实相全能的 不但会演戏 还会报新闻 还会唱歌 几番风雨很无边 几番风雨很无边 要唱就唱完嘛 回无几 你又会唱这首歌啊 少来 这首歌很红啊 以前呢台势有一部连续剧嘛 叫做奋 这个叫做勇者的奋斗主题曲 奋斗的勇者 反正就是一样的意思嘛 我告诉你啊 这首歌啊 男是男的在哪里你知道吗 就是作词作曲的啊 哎呀年轻漂亮 哦 那还真的很难啊 但是呢更难得的一点呢 他为了读书啊 当时退出我们演艺界 还把房子给卖了去念书 哦 你有见过那么爱念书的吗 呃没有 那时候我在友台 其实我那时候也在友台 不是呢 我很仔细观察友台的节目 这样子啊 那当然这样才会进步嘛 才知道怎么样 对不对 不是 是年轻轻 中国人 是几只只只只 白字 真是鸡人家 怎么能开始了 好 现在就位 五 四 三 二 广享新闻 各位感觉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夏祖国 您好 我是夏祖国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这位特别来宾呢 他已经阔别我们演艺界 大概有三年多 将近四年的时间 这次是她第一次复出 也是第一次上电视节目 我们一块儿来欢迎钱妖兰 哈喽 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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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特别曾经介绍过 就是说你曾经为了要读书 然后把自己积蓄多年的房子卖了 当学费 你是什么样的动机 在这个演艺界有这么好的成绩的情况之下 舍得放弃去念书的 因为当时觉得说 自己的演艺事业到达一个瓶颈 那不知道怎么去突破 因为那时候也太年轻了 那所以也许觉得在音乐方面 那学校把老师念不完 像我念过艺专 艺校了 都念不完 所以我决定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通常长得漂亮的人书都念不完 现在我就明白为什么我长得不漂亮 这是我第一个毕业证 可以领到毕业证术的学校 这种精神真的是很表不及 哎呀 这样一听我就觉得很惭愧 怎么能不放弃 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放弃一切 到国外去深造 不必了啦 你以为观众不知道啊 有很多明星都是这样的 一看闲下来没通告 干脆吧我就去念书了 念三个月 美国学校我很了解 很容易申请 高了学费就可以去了 然后三个月 五个月回来就表示深造回来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 真是一语道破 就说真的 像他这样练词就真的是这种精神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刚刚听到你的这个宣传告诉我 说你今天上节目很紧张 因为你很久没上电视 对啊 这真的是我付出的第一个电视节目 那昨天晚上告诉我自己要放松 结果睡不着觉 真的啊 对 这么严重啊 很紧张很紧张 哎呀 其实用不着了 你真的可以放轻松一点 在我们两个人中间呢 用紧张 其实我觉得在演艺界 奇迹夫妇蛮大 像虽然我这几年都没有出来 但是我透过电视老报纸 我还是知道一些事情 所以我更鞭策自己 要么就做最好的 要么就不要做 你一定会是最好的 你一定会是最好的 那在这次的付出啊 你上我们这个节目 是第一个节目 对 我们知道呢 这个秦永兰不但是 能够自己作词作曲 那个自己也是可以演戏 那么你 你对于你自己重新起步 你有什么期许吗 因为我想这次会 做个专心的歌手 那我觉得自己 能做的事情有限 像演戏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我想这次我会 以音乐跟歌唱的事业为主 就是所以我希望能够 达到自我的肯定 跟别人的肯定 那本来放弃掉的那一部分 你是为什么又要再找回来 是基于什么样的认知 因为其实我在 美国社交毕业以后回来 我可能不打算做目前的工作 第一个我觉得 人家可能对我没有什么信心了 那很高兴现在长门公司 给我这个机会 我也蛮压抑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还能够坐在这边 跟夏姐跟方姐 再一次的聊天 所以我会很珍惜 这次的机会 那我想就等待听我的歌 一听就知道 钱又来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不过常常容易改变 不是 我说真的 我相信唱片公司 所以会在这个时候 再度地请你录制唱片 现在我们都知道 唱片业并不仅庆 但是他们愿意这样的 邀请你的话呢 证明一件事情 有实力的艺人还是被肯定的 我们祝福你在新的一次起步 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